下个星期一是从阳节各个地区都陆续开始发放敬老礼金 金峰湘10月4号由乡长蒋真光亲自走访五个村的老人据点 除了给65岁以上长辈们礼金 也向长辈们嘘寒问暖了解长辈们的需求 跟长辈问候拥抱 关心长者们的身体健康 4日金峰湘乡长亲自前往乡内五个村的老人据点 发送敬老礼金 长辈们都相当开心 我们还在做 Think Frank 我们可以做个节目的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节目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节目的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节目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节目的节目的 这次乡长发送县政府与乡公所的敬劳礼金 给乡内65岁以上的长者 并透过走访各村的老人据点 向长辈们嘘含温暖 也了解长者们的需求 安排到各文庸建站 还有我们关怀据点 来去发放我们的重阳节的 我们的未租金 零用金 那也借这个机会 也是特别来关心我们老人家的生活 也同时听听他们有没有对 整个在自己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活里面 有没有需要特别来照顾的 秦莫乡长也表示 面对面与长者们互动 也希望营造友善社会的氛围 而没有领取到敬劳礼金的长者 日后都会由村干市道府发送 要祝福长辈们有个愉快佳节 接着蒋文杰 金风相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